两个月前向左和郭碧婷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往日的催婚团如今变成了催生团 大家都很关心 两人什么时候生孩子 近日向左的新电影《我的拳王男友》 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郭碧婷和向太也来到现场为向左站台 郭碧婷一身黑色长裙 却掩不住威龙的小腹 而且穿的还是平底鞋 旁边的向太时不时的用手揽住儿媳的腰 似乎是害怕她摔倒 网友怀疑郭碧婷很有可能是怀孕了 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更让人震惊的事情 主持人请了一位职业拳手 上台与向左切磋 本以为只是一场表演赛 没想到向左真的被扇了一巴掌 声音响得全场都听得见 向左直接被打懵了 旁边的郭碧婷却没有什么表示 呆呆地站在一旁目不作声 虽然后来向左打原场说只是在表演 但是现场观众向拳手核实 确实是真打 向左为了宣传电影也是够拼的